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宅门 屋门 园林游戏地门 这个和五念门的关系就是因果的关系 修五礼拜等五门为因 这是在此土所修的 一般讲的五念门都是此土所修这五种形 以此往生彼佛净土所得之利益 有五项功德 这个就称为五功德门 所以是果 详细内容大家底下回去再看 五念门与五中阵行 也有开合的关系 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同 而是互有开合 不过是半开半合 就不是完全的对应 那半开半合呢 其中礼拜 赞叹 观察三行 这三点的话 五念门和五功德门 就五念门和五正行 都有的 这三项彼此全同 一样 不过呢 五念门当中缺了读诵和称明 这两门 但是他多拿两个呢 作愿和回向这两门 而五正行里边呢 恰恰是没有作愿和回向 这两行 那这是因此呢 上的大师 他以观经 来利用五种阵行 观经讲到三行 其中有 至成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所以作愿门和回向门呢 他是在安心 安心当中的 回向发愿心 这里边是两门 他在安心里边解释 在五种阵行里边 就没有列出这两行 所以如果配对的话 彼此相合 需要约三页门来配属 这什么叫三页门 就身口一三页 就五正行的读诵 称名二行 都是口页 读诵正行 也要口页啊 称名正行也是口页啊 所以他可以呢 可以合于五念门当中的赞叹门 赞叹门本来就有 这个口页赞叹 称笔如来明 所以这个称名之行 放在赞叹门 毫无疑问 那读诵呢 也可以放在这之内 所以五念门的作愿回向二门 同属意液 所以可以合于 如果就在五中正行来配属的话呢 可以合于五中正行当中的观察正行 下面一张图表 这个图表 赞叹门和读诵正行之间 应该再画一条线 你赞叹门 跟赞叹 战功正行是正对的 那同时呢 它包含称名正行 和读诵正行 都属于口页 那观察正行呢 和观察门是正对的 同时呢 那么把作业门和回向门的意液 也放在观察正行的话 也是刚好的 这是一个知识性的 下面我们就学习第七章 作业行仪 总共就三节 内容比较短 第一节 作业之意义 就是什么是作业 作业就是修念佛正定业 以及正行中的注业 所用的行仪 也就是他修行的仪则诡范 叫做作业 那么他所适用的行业的范围 包含两种 一个是念佛正定业 再就是其余四种注业 这因为赞兰大师提倡的是五种正行 这五种正行应该怎样去做 虽然起行是修无种正行 那么如何来做 他的仪则诡范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定立了这个规矩 就是作业 往生极乐法门 必须心形业三种相知 也即是必须具足安心起行作业方能成就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安心起行的关系 以及区别 现在更就心形业 我们简略讲叫心形业 如果全称就是安心起行作业 这个关系加以说明 前面我们说的安心 如同木 起行如同足 所以置木行足 能到清凉地 那这里还是用这个比喻 用这个比喻比较能理解三者的关系 很清晰 如于安心为木 起行为足 那么作业就是比木足运用的方轨 就是这个木和足互相配合运用 应该怎么来运用 很方便的运行 它的规矩 方法和规则 这就是作业 这作业有两种 就是四修和三种行仪 我们先看四修 四修的名称 本来出于大小称的论葬 是说明圣道门菩萨修行之法 多数是讲 这个菩萨所修行的 这四种修行的方法 就是四修 不过呢 善导大师在往生理战里边 把它引用为净土门的修行所需 而转世成凡夫所修行业 这个转世 大家也知道 就说这四种修行方法呢 像是大家觉得它的名目很好 也可以用于净土门 但是呢 它的原本的出具 出处的地方 是圣道门的修行 而且是大菩萨的修行 凡夫做不来的 那么要转为净土门的修行的话 是用它的名相 而赋予它新的意义 适合我们净土门的下列 凡夫的根基 符合我们净土门的修行的理论法则 所以叫转世 用它的名字赋予新的意义 四修通于五种阵型 如三心 缺一不可 四修呢 同样也必须具足 一修不可缺少 这个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的 四修是哪四修呢 就是一 恭敬修 二 无余修 三 无坚修 四 常识修 那我们看 恭敬修 这也在 往生礼赞的477页 所以我们这个在讲安心起行的时候 引用往生礼赞倒是很多的 就那一段 所以三心 安心起行作业嘛 新行业就在那个地方所展示出来的 因为那一段呢 也是教理教义上很重要的一段 要熟悉的 以善导大师往生礼赞 所示 于修五种正行 及五念门的时候 什么叫恭敬修 恭敬礼拜 阿弥陀佛 及彼一切 慎重 那么对于 恭敬修呢 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恭敬修的对象 是阿弥陀佛 和彼土 一切慎重 这是我们恭敬礼拜的对象 那我们行业的规范 当然这个就属于五种正行 因为礼拜正行是专线 专门针对极乐世界的这个慎重 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啊 这些来说的 所以这属于五种正行 恭敬是一业为主 代表你的心 那礼拜呢 是深业世尊 就是深业上表示你的尊重 所以呢 这个恭敬修 就属于呢 身心并敬 这叫恭敬修 这当然毫无疑问是缺不了的 身心啊 你既然归命阿弥陀佛 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最基本的 也会成于内耳发育外 自然而然的一种恭敬 如果缺少恭敬 那当然谈不上修行 根本就谈不上 作为学者 或者戏论 或者说一说 那就跟我们心不相应 所以这个恭敬修啊 是必不可少 第二呢 无虞修 专称佛名等五种正行之外 更不夹杂于一切行 顾名无虞修 就没有多余的 就这五种正行来修 这叫无虞修 这个也是不可少的 不然就砸了 第三呢 无间修 间是间隔 相续修五种正行 不以余行来修 顾名无间修 这个无间修和无虞修啊 也有点差不多 但是这里他 他讲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无虞修是就形体 这五种 那无间修是能修的人说 我 我要 就是要静静 要相续 不要见杂 不要见断 从这个立场来讲 当然他跟前面无虞修 是勾在一起的 那不用什么来间断呢 不用余行来间断 不如说你不能睡觉 不能喝水 不能吃饭 那就不行了 所以他的无间修呢 也是跟他有这个相连的关系 不以余行来间 顾名无间修 这是一种不间 第二种呢 不以贪嗔烦恼来间 那凡夫众生难免会去贪嗔烦恼 我们前面 专家爱修的时候说到了 贪嗔烦恼 贪嗔出见烦恼来间断 那杂修的人是这样 那专修正行的人呢 有说了两点理由 第一个 就好像出无孽而不然一样 念佛之人 不被这个贪嗔烦恼所间断 是法门 法的这个专有的利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专修念佛的时候 贪嗔诸见 不同时生起 有这两种利益 那这里呢 当然也是一个 从圣 从殊圣的地方 来要求我们 那是不希望我们有贪嗔烦恼 这样会呢 受 有逼迫 有痛苦 然后也有可能会退失 所以不以贪嗔烦恼来间 但凡夫之人不可能 全无贪嗔烦恼 设起贪嗔之时 如果起 知道了 直下 觉悟忏悔 这个觉悟忏悔两种呢 如果专修念佛的人 就是念念 成名常忏悔 那么自然也就是贪嗔烦恼 无赖间断 常使清静 所谓随饭随忏 这也是就个人根基 尽量你去那个做 随犯随忏 有时候随忏又随犯 那怎么办 随犯再忏 所以到后来没办法 我这样的人只好念念成名常忏悔 来不及了 一天不要忏了多少回 叫你不犯 那是不可能的 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犯了错误 能够改正错误 不能立即改正 但是能够认识到错误 态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又不认识错误 又拒不承认 那个还搞祸达空 还误取空 他说哎呀 一切皆空 没有那回事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 所以 那么让我们净土反了 我们从一开始 积深信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是一个彻彻底底的 彻头彻尾的 彻过去彻未来 彻是彻中的罪恶甚至反复 就一颤到底 一次投降就永远投降 一次打怕枪 就一次 其实就是一个凡夫 彻底堂倒 老老实实靠到阿弥陀佛 这是第三 无间修 第四 常识修 首先来说明 常识什么意思 一旦讲常识修 哎呦 常识 我都八十岁了 还能修多少长时间啊 那么这个 那临终的人 怎么办 这里讲常识修啊 并不是指时间上连月长远 而是指呢 从初发心之后 相续 专修 五种阵形 或者五念门 直到临终 就是在你发心 愿意修的时候 就一直相续到临终 哪怕只有一天 也就要常识修 它不止时间长短 就于其中见 无有中止 这个就是常识修 就是你一旦发心呢 我就 我就相续 修这个五种阵形 不间断的 我不改变的 不退转的 哪怕你就活一天 早晨 才告诉这个法门 哎呦我要发心修 他只以为自己能活十年 其实当天下午就 阿弥陀佛了 那么只修了一天 这也叫常识修 所以他中间没有间断 如果说一定要是五年 那谁能保证一定能活五年 那就没有那个意思 所以然而呢 人的发心又早晚 纵令 今日发心 今日命终 只要中间无退转 这个也是常识修 那如果观今的下品下僧 他只念了师生佛 也是常识修 因为他怎么说 如是至性 令生不绝 他这个实念 实生当中 是没有间断 因为他只有这命 他命只存在这一口气 只有念这十句佛 当然常识修 那下品终生的人 他只念了一身佛 只有一念 从时间来讲 根本谈不上是常识修 他是特例 他听到这个当下就命终了 那如果当下不命终呢 他会相续的 来念佛 那这样还是常识修 所以这个常识修啊 是起于三修所通用 那恭敬修 也是要常识修的 那无见修 无欲修 这个都是要常识修 如果这三种中途都退转了 那都不能往生 你恭敬修 搞一半 不恭敬修了 那咱们能往生 你无欲修搞一半 说我三年没有无欲修 现在我要加加菜 搞点小贵刀 加点威敬 搞点鱼 有余修 那就是退转了 那就不行 砸了 无欲修也是一样道理 所以故知呢 为陈旧前志三修 而说常识修 这常识修 是来由常识修 来做保证 把握前面三修 才能成功 所以上大大师 他虽然讲四修 他并不是把常识修 另外做一个条目来解释 是在每一条的后面 都说 必命为妻 事不中止 即是常识修 我们来读读原文 477 第二行开始 又劝行四修法 用策三心五念之行 速得往生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四修法 是策立我们 安心就三心 起行就五念 策立我们 就是给我们定方轨的 这样可以 速得往生 何者为四 哪四种呢 一者 恭敬修 所谓恭敬礼拜比佛 吉彼一切慎重等 顾名恭敬修 那后面加一句 彼命为妻 事不中止 即是常识修 恭敬修也要常识的 二者 无于修 所谓专称 彼佛名 专念 专想 专礼 专赞 彼佛 吉一切慎重等 这就五种阵型了 不杂余业 顾名 无于修 彼命为妻 事不中止 即是常识修 又重复一遍 三者 无坚修 所谓相续 恭敬礼拜 称名赞叹 意念观察 回向发愿 这也是五阵型 五念门 心心相续 不以余业来奸 顾名 无坚修 又不以贪嗔烦恼来奸 随饭随颤 不令 隔练 隔时 隔日 常识清静 意命无坚修 这个体力要求蛮高 首先说不隔念 当下这念头起了罪业 当面 忏悔消除 这个做不到 做不到不隔时 就是说 一个小时以前 一个时辰以前起的 过了一个小时 一个时辰才反省 觉悟到了 马上就来忏悔 说这个还做不到 还做不到 不隔日 就今天所造的恶业 起的恶念 晚安睡觉之前 通通把它尝回干净 我们一般的心啊 都没有那么灵敏 说不隔念 也不可能的 挡都挡不住 发脾气了 还有理都不得了 人家来讲的时候 我怎么弄的 这挡不住的 不隔念 这是上等根基的 那不隔时 也是上等根基的 如果今天的过时 不带到明天 就算不错了 有时候啊 他君子报仇 失恋不晚 你看 失恋还记得 你看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总之 让我们尽快 身心的烦恼 过错 及时的反省 觉悟 当下及时的 把它扫除干净 不让它在心中 存留的很久 所以我们身体 如果有素变 积累在体内 那怎么样 对身体毒害 这个贪嗔烦恼 急在里边 那毒害很大的 就尽量把它消除掉 那我们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 我们反观觉到 有没有那么 灵敏 那怎么办 念念 称名 常忏悔 所以更加觉得 念佛的可贵 和可操作 我们就多念 南无阿弥陀佛 管记得不记得 睡觉之前 晚上就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兵命为妻 事不终止 即是常识修 你们看后面这一段 这一段就讲了 就讲菩萨和凡夫了 那这四修法 本来讲菩萨的 所以他这个要求 就很高的 我上海大师 把他解释的 已经很低了 由菩萨以免生死 所作善法 回求佛果 即是自立 菩萨 他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利益的 那么能够自立 也可以利他 教化众生 进未来祭 即是利他 然 今时众生 大师对我们很吃 必怜悯啊 所以你如果按菩萨 那种私修法 做不来啊 今时众生 习为烦恼细腹 未免恶道 生死等苦 都是被烦恼的绳子 捆起来了 那哪能离得开呢 这个生死的大苦恼啊 哪能自立地他呀 做不到 那怎么办 随缘其行 一切善根拒束回 愿往生 阿弥陀佛果 就说你能做到哪一步 你就做哪一步 随着你的因缘 那么多少念佛 多少修无众正行 一切善根呢 快快地回向求生 阿弥陀佛果 道比国以更无所谓 到了净土之后 那就没有任何的担心害怕恐惧了 没有说我行不来了 那个时候呢 就可以做菩萨的四种修行了 如上四修自然任运 自立地他 无不具足 就像菩萨一样自立地他了 也能自然任运的 不隔时不隔日不隔念 不隔念不隔时不隔日 那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再讲到四修法 好我们看第三节 三种形移 首先说明三种形移跟四修法 它们的适用范围的关系 适用范围的宽窄 前节四修啊 总通五正行和五念门的行业 这五中正行五念门都用四修法的 现在说的三种形移呢 为局念佛正行 这是就念佛正定业 所讲的这三种形移 所定的 所以不通注业 大家要了解 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 讲到三种形移的时候 就专指念佛的 讲四修法呢 可以通于五种阵形的 那么三种形移是哪三种呢 就是寻常形移 别时形移 临终形移 这三种形移 本具 善导大师的观念法门 另外呢 列这个名称的话 善导大师的观念法门 大家回去看 有这个意思 但他没有做这样的标题 是原性上人的往生要集 引用善导大师的观念法门 给他说成这三项 很简明很好 所以引述之 那我们回去啊 也可以 我们这个复习思考题里面就有 大家可以读观念法门 把相关的文端找出来 先第一 寻常形移 所以寻常啊 就是平常之间呢 平生寻常之日子 这样的念佛 这样平常念佛呢 就比较宽适 不必入道场 也未必说 你在家里也可以的 在菜市场 在公共汽车 走路都行 不定非要到念佛堂 到这个去打佛期 不是这样的 不必入道场 也不必着静衣 要穿海青啊 大衣啊 专门的这个修行的服啊 也未必 就是穿长服 也不必定时间等 我一定要是哪个哪个时间啊 就是平常嘛 就养成念佛的习惯 你随忙随闲 势能工商 这个行住坐卧之间 这个行住 注重因缘情况下 都可以 这叫寻常念佛 不减行住坐卧 不论时处诸元 在什么时间 什么处所 什么因缘 环境情况下 都通不论 道俗男女 日常念佛 刻数一万 三万六万等 皆是 当然了 这个讲三万六万 那就挺多了 一万也不少 我们个人 有的人 可能时间非常的忙 那么这样呢 大家 个人 根据个人的情况 现在上班的人 很不容易 年轻人上班 工作也很远 早晨 搭一部车 都两个小时 到办公室 晚上回来 搭车两个小时 回到家 洗洗澡 有时候忙的 中午饭都吃不了 睡觉的时候 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很晚了 那怎么办呢 在公交车上 就是你的流动念佛堂 就在那里边 就很好 不然这个佛号 要念还是 有一定的困难 刚好这个念佛法门 殊胜 优越 不管在什么时代 再怎样忙碌的 工薪阶层 都可以念 细论呢 有多种不同 就寻常形意当中 如果细细地讲 它也有具体的做法 有多种不同 且举数种 讲几点 因为身相呢 有四种 就大声念 小声念 金刚念 默念 大声念 别人能听到 就算大声念了 大声念如果 说同一个疗法 你要大声念 别人想睡觉 那就不行了 小声念呢 是在口耳之间 从这里就传到这 声音就传这么远 四五寸 自己听到 叫小声念 那金刚念呢 金刚念就是动口 动唇舌 不发声音 叫金刚念 哎呀 你嘴上动来动去干什么 老嘴动个不停 说你怎么搞的 嘴上有什么毛病啊 有人不了解 他又念佛成习惯了 别人不了解他 说你嘴上 你嘴巴脑动 有什么毛病啊 他说不知道 他正在金刚念 那如果你怕人家 讲你嘴有毛病 也可以默念 默念就是 唇舌不动 念在心中 这四种念啊 各有长处 各有优点 其中金刚念呢 最能持久绵密 不昏不掉 就是不昏沉 也不掉举 那么大声念呢 往往会隐抗高深 有的时候特别高兴呢 那么跑到山顶上 对着落日 喊起嗓子 念很高兴 大声念 有的时候啊 心里面憋屈得很 你要在那闷念念不出来 找个地方 哗哗地念 也是大声念 这种种情况 有时候一定要发声的 大声念 有时候发大声不方便 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好 影响人家休息 那就小声念 小声念也念累了 他就金刚念 金刚念呢 比较不累 另外呢 你动嘴巴 动舌头 这个是个机关 舌头一牵动 他就把这个心 就牵动了 这样呢 比较容易相续 那么默念呢 默念一定相对 比较亲近的 而且心力相对 比较集中的人 他才可以的 不然的话 往往就念了一半 什么时候给我丢掉了 特别是你坐这个公交车 我是希望大家拿个念珠 念珠不拿到 最起码蹬个口 你不然的话 你默念啊 好好念 坐车好好念 诶 干什么 在放鞭炮干啥 别人鞭炮一放 好 脑子骗过去了 结果就不念了 到下车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没有练合了 想我什么时候念呢 上车念了几句 后来就没练了 他很容易 一打闲叉打掉了 但是如果你动口的话 即使打出去之后 嘴巴还在念啊 回头你自己发现 诶 他怎么干什么 哦 念佛 马拉就 佛号提起来了 金刚念 还是挺好的 那不过你要打坐 坐那旁边的话 你坐得很安定 可能慢慢 你就金刚念 也不用金刚念了 你感觉他多一点动作 就多余的 这时候就会心里边 一句一句的 一句一句的念 那如果念得又昏沉了 你可以用金刚念 金刚念感到力度还不够 你就提起小声念 再不够 你就大声念 再不够 你就下来绕 就不昏沉了 这个条件 因为心呢 有两种 就专心念和散心念 摒弃誓源 摄心专注 口念耳听 或者心念心听 这就专心念 比如每天早上起来 打大坐 那么专心念佛 那平常的话 其余时间 走路啊 乘车啊 洗个菜了 拖个地了 搞个卫生 哪那么专心啊 这个时候呢 做这个不太用心的事情的时候 随着念佛的习惯 散漫口称 这个称为散心念 功德都一样 不过呢 专心念 自我的绝授 更加的这个设心一些 更加清静啊 更加少妄想 是这样 所以多少一天啊 要出一点时间专心念 第三 约速 速字来讲 也有两种 就是定速和不定速 初学的人 我们多提倡定速 我们都是从定速走过来 一天定一万 太少了 三万 也还少了 四万 还可以 进步一下 五万 不过也是挺 也是要挺用心的 一定当然专业的人 专门来念的人 这个肯定自己去念就知道了 那么定速有什么好处呢 定速能让你这个心啊 就有一个指标 一个任务 然后呢 总是牵着它 这个速度能牵住你 就是说 它能让你形成 相续念佛 这是定速的好处 那么一旦形成 相续念佛 形成习惯之后 就念佛成了你的一个 很习惯 很自然的 这个也就无所谓 定速 不定速 这就是时间比较久 它就无所谓定速不定速 那么所以初学的有定速 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不过定速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为了赶这个数字 然后念的 似乎不是念的佛了 是念的这个数字了 这个就稍稍显得不好 你赶数字啊 有时候就是 像偷空减料一样 速度搞得特别快 心也特别慌 这样呢 有时候会逼迫 那其实呢 还是稳稳荡荡的 一句一句的念 那么这个数字 定的要适宜 我们不能管好听 自己安慰自己 我今天念了三万 其实这个三万念的 非常脱离带水 感觉起来呢 就是稳当一些念呢 可能这个个人去体会了 这不好讲太多 所以多少个人起立 你进的太多了 你会感到退心 今天太少了呢 又过瘾了 我一天就定十身 说实在的 一个人一天定十身 他能坚持下来 就算不错了 有的人一天定一身都不行 我遇到太多了 归一了 今天归一大好的日子 送你一串念诸 哎呀 谢谢师父 我一定好好念 师父给我定个标准吧 你呀 我说你嘛 初学佛 不能定太多 你一天就念一圈佛 就这个佛号啊 就念一圈 一百零八升 可以吗 哎 没问题 这一圈嘛 就两分钟 再怎么忙 我肯定念完的 过半个月 说你还在念吗 还在念 前面加个A字 再过两个月说 一天一圈又念完了吗 哎呀 有的时候没有念 再过半年说 干脆就没有念了 就这一天一圈佛 初学的人都不用念下来 他没有当回事 一天念一圈 你能相续念下来 你一定会增加的 好了 那有的人 我不敢要求他 一天念一圈 我说你一天念十声 可以吗 十声太简单了 其实还是不容易念下来 一定要有心 安心来守护其行 他安心没有定 守护不了其行 他是给我面子 那我的面子 也就只管三天 我的面子三天之后 就烂掉了 知道吗 就三天的话 可念十声 这是给师父面子 咱们师徒一场 不能不给你点面子 你教我念佛 我说为你念了 这三十声 很感谢 当然这是应验不一样 一旦他遇到某种因缘了 发起这个念佛心了 慢慢就会提高了 生长了 任力多少 从白至千 乃至过万 刻挤完成 这样定了之后 就当回事 像小学生有作业一样 就把它完成 正业 行人 根据实际情况 互相调节使用 阶层 镇定之业 这是具体的做法 寻常行业 第二呢 别时行仪 别时行仪 那么跟寻常行仪就不一样了 是特别的选一个时间段 找个地方 正经八经的 专修念佛 所以先定时处 若一日 乃至七日 或者我专门 选一天一夜 选一天 或者两天 或者七天 或者三七日 或者呢 七七日 根据你时间长短 我这一个冬天 我就准备怎么样了 七七四十九天 或者三个月 个人根据他的情况 庄严道场 香花共样 穿着静衣 入道场练佛外 更无余言 把这个房间收拾收拾 佛像一布置 佛台一弄 庄严起来 香花摆上 这不就是庄严道场了吗 也穿上清净的 海青啊 或者居士服啦 等等 这个干净的法服 入道场练佛 除此之外呢 不讲杂话 不得交头窃语 也不需衣食礼佛 诵经 这段时间就专门念佛 从早到晚 一句佛号 连密相续 到底 连拜佛都是仙打仙叉 诵经也不需要 就从中一句佛号 贯穿到底 这是别时来念佛的 也不需要锁珠子 拨大练珠 拨珠子也怕他 手指一动 手动 生动 心也动 就是让他灵定 也不属诸 唯一相相续 专心念佛 心与身相应 念念做见佛想 这是上导大师 他是这样教导的 可一年一度 一年我有一回 或者三回 或者一个月 有一次 两次 总之呢 这个叫做别时行仪 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打佛期 我上导大师所定的 比我们目前我看 比我们所讲的精进佛期 还要严格 因为不许讲话 不许教对接语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 然后呢 念念做见佛想 心与身相应 唯一相相续 专心念佛 那个有心有能力 有心的人 可以试一试 像这个 东陵寺所提倡的 百万 鸿鸣闭闭门 师天念佛 那就是属于这种 我房子一关 有人送饭给你 那你想教队既然也没有人 就一个人在里面 如果在里面讲话 护官的人就要害怕了 哎呦 不高师父 麻烦了 那个师父在里面讲话 不知道跟谁讲 恐怕犯毛病了 你还是不要发声音的好 所以这个打扫期 也是有根据来历的 所以这 我们后面的人啊 很多事 都是沙特大师 把规矩定下来了 我们再看第三 临终行仪 临终行仪啊 大体上呢 跟别时行仪也差不多 如果看观念法门 在三 别时行仪在336 临终行仪在338 我们等会看 我们先看这段吧 不过呢 别时行仪 适于平时 临终行仪呢 适于临终 适应的时间段 和对象不一样 再有临终的特殊要求 所以行仪上呢 也有稍有不同 如西面 安置本尊 一般来讲 临终行仪这个佛像 肯定安放在西面 那如果环境不允许的话 也未必放在西面 就是环境 所许的适当的方位 要安放本尊 令临终人呢 面对本尊 眼瞻佛像 心思佛影 他眼睛能看到佛像 心里想说 哎呀佛 你快来借我往生吧 我很病痛 或者我不想在这里遗留了 我随佛后决定往生 他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又同情联友 咒同念佛 在旁边叠相开导 开导什么呢 无非是劝他 要信愿到西方净土 此世界是苦 比世界是乐 我们这个色心五蕴 让我们受种种的大苦恼 到了净土就如何的自在安乐 讲这些 让他发起怨声心 然后呢 开导阿弥陀佛本愿 趁佛愿力 决定往生 不用怀疑 往生最容易 最简单 最快捷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再来听 心里当下心落实 就愿意往生西方 忏悔出罪 那可能他心中有很多的过节 或者是冤家债主前来逼迫 那这时候呢 就帮他忏悔 某某人 我们曾经做了很多业 当然 这些 仰照阿弥陀佛光明 我们向佛忏悔 忏悔干净 我们就一心求愿往生 所以这个忏悔出罪 劝慰其心 劝是劝敬 慰是安慰 就临终的人呢 总之我们要安慰他 要鼓励他 要给他希望 给他光明 给他安慰安乐 这是一个大原则 扶持正念 他可能心力很弱 你让自己念 我们不赶紧走了 你自己念佛 他念不了 用个念佛机 或者是我们在旁边道 那你跟我们念 念得稍微慢一点 六字念困难 就四字 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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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 或者说你心力不够 那我念你听的是一样 你听了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 慢慢带他念 就是这个时候 你观察他 把他的心 引着跟你道走 就像我们手牵着别人走路一样 他只能走得慢 你就放慢一点 牵着他 那么他的心很弱 你不能念得太快 也不能很急切 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定要站在 临终人的立场上来考虑 不像你现在活着 活蹦乱跳的 某某人 你发起道心 你要跟 要怎么怎么样 好像他哪有力量 然后尤其是临终的时候 不要念那个很长的佛号的调字 你念了第一个字 风都飘掉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把这六个字串起来 当作是一句佛号 他都忘了 念什么 所以第二 以他能够六个字弦长 就阿弥陀佛 如果四个字还弦长 他知道是佛就可以了 念什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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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让他心里面跟佛有感应道交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临终祝念 临终祝念法 所以扶持正念很重要 如果你不懂得临终人的心 也不懂得祝念的善巧方便 可能会增加他的负担 说某某人 现在关键时候了 你要拿出全身的力气来 要怎么怎么样的 跟烦恼 要对着 要如何如何 他说我没有进了呀 现在阿弥陀佛 没有关系 你就躺这个地方 你要能念就念 你不能念就跟我们念 不能跟我们念 你就听着 没有任何问题 阿弥陀佛决定救度你 你现在已经躺在 弥陀的双手掌里边了 莲花已经拖着你了 你放心吧 好啊 他一放心 就拖在莲花上了嘛 这样引导他 临终十位深沉关键 三星巨族 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 是一个人上升 还是沉堕落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三星巨族 念佛不待 瓶身叶重之人 临终固然无余 任运随佛往生 就是哪种人 他平常 三星巨族 念佛不待 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这个心形巨族的 所以呢 他属于瓶身叶重 平常都已经定了 往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他到临终 当然没有任何的 担心害怕 说他不往生 早就往生决定了 他的无所谓 然若得年有 念佛相畏 则弥增喜乐 大众同受鼓舞 虽然说他个人啊 往生 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果说有年有来 一道念佛 也是一件 很欢喜的事情 这个意思啊 更加增长他的喜乐 而且别人看着你 走得这么自在 安详 来跟你念佛的人 也受到鼓舞 这是他的好处 当然没有人 一个人 静悄悄的 半夜 一点钟 两点钟 自己就 阿弥陀佛接走了 那也没有 也没有必要 另外打电话 请人家来 那就算了 以后自己 一两点就走 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是说 有祝恋 对大众更好 没有祝恋 自己也没有遗憾 那么第二种情况 下面讲的就是 祝恋就特别重要了 若平时 未信佛之人 他平常没有接到佛缘 没有信佛 或者呢 杂行之人 他信佛 但是呢 信心不具足 这个信念不坚定 刑法也没有专一 专心 还杂行 或者呢 不具足三心之人 三心还不 不具足 有缺失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临终 或有病苦多脑 临终啊 个性 医生个性很坚强 也因为放不下 那到临死的时候 不太好死 病苦很多 或有磨缘障难 障乱 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献身 所做的业 我们是 难以那么清楚的 有种种的 这个 冤家债主啦 这个来障碍啊 动乱啊 或者执着于财物 放不下呀 还有多少钱在银行里呀 哪个 哪个卡银行 现在 现在他想什么 佛号 我都想不起来了 我那个银行卡的密码 我都忘记了 还有多少钱 这么搞 这个就是 事先要把这个搞清楚 不然他是不容易放下 我一辈子就记了这么多钱 密码都丢掉了 我到耶伦王那里去 我怎么能放心呢 但是到耶伦王那里去 他不会 他不会放你还乡的 说你回去 把这个密码搞清楚 再来吧 不会的 你早要把它搞清楚 交代掉 或贪恋妻子 周围的环境来看看 哎呀 这个楼啊 都是我建的 这个房子这么好 眼睛一闭都不是我的了 这财务放不下 哎呀 老婆儿子 老婆很爱呀 多少年在一起了 哎呀 我就只有我一个人走啊 你不能陪我吗 老婆能陪你啊 不会的 好孤单啊 前途茫茫 一人而去啊 看儿子 哎呀 儿子还没结婚 还没考大学 哎呀 我怎么舍得你啊 这个烦人 我说老实在的 这个都是 忧逼苦恼 就是啊 迷失 众生的业力 个人轮转 也是痛苦 但是讲这个话 能理解的人少 不理解人说 这个和尚 没有心肝 他怎么讲这种 绝情绝义的话 不知道我和尚 讲的是大老实话 你知道吧 他都是 你看 你不相信 死了没几天 你儿子照样打麻将 你信不信 早就忘记你了 再让他哭啊 呜呜呜呜的 然后过几天呢 闹家产 纠纷 他还活他的 所以你要看自在一点 死的时候 什么都搞干干净净 你走你的吧 到极乐净土才好 对于我们的子女 清倦 最大的恩惠 就是给他 接个佛的缘分 这是对他最大的好处 最大的慈悲 当然不是说 世间的事不关心他 而是站在佛法的立场上 这样你很清静 不要被他所纠缠 这样你才自在 自由 世间的事情 这个情爱 这个世间人情 捆腹人 软绳子绑人 勒成你 血丝一道道的 你都不知道 这个特别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起种种妄想颠倒 甚至平时 口号喊得很响 愿往生的 现在他不愿往生了 这不是颠倒了吗 所以妄想就是 种种的思前想后 过去未来 哎呀 怎么这样的翻腾 这个时候啊 种种夜象一时显现 因为到临终的时候 这一辈子啊 很多景象 就像放电影一样 善恶交错 往往都是恶缘很强盛 得罪的人 过去说 对不起人家的事 自己心中的忧悔 苦恼 然后对方呢 一种强烈的一种意识 一种炼力 一种业力 甚至显现出来 一种恐怖的景象 这是非常痛苦的 平常多念佛 把这些事情啊 多忏悔 给人家的过节 都消化掉 那么到临终的时候 如果有的人是 哎呀 就是媳妇关系搞不好 那么也要把他 哪个有仇的 有怨的 等等都要把他化解掉 干干净净的 不光是衣服穿的干干净净 心里面打扫的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的负担 钱财啦 感情啦 还有这个爱恨啦 所有这一切 都把他料理的干干净净 哎呀 我现在就要走了 如果有对不起你们的 请你多多原谅 看在我是一个将死的人的份上 你原谅我吧 你还跟我什么话搞头呢 顶多把我搞一死 我现在要死了 对不对 你不用搞 我要死了呀 对不对 这样对话也就软了 人之将死 企业也善嘛 哎呀好好好 就算了 看着你要死了就算了 我反正也要死了 你不要搞我 搞我你也要死了 对不对 他一想 大家都差不多 好 我们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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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 阿弥陀 阿弥陀